好 今天要来开箱的东西 蛮有趣的 如果有在follow我频道就会知道 我其实一直都是不计代价 在轻量化我所有身上的装备 包含笔电子用13寸的 手机一跃轻秒 虽然说我现在用Ultron 充电器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毕竟你的笔电的充电器 通常都是又大又重 我之前有开箱过一款 是台达的这一款充电器 这款充电器最多是支援到60W 这款充电器很好 不过有几个缺点就是 它只有一个的充电孔 再加上它这体积比较长 所以说你插在充电座上的时候 它其实会有点晃动 会不是很稳 然后最大的缺点就是这款充电器很贵 这一个小小充电器2490 2000多块钱一孔的 所以说那时候我在买这款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不是在 用一般人的思考的方式去买这一款 我主要认真是不计代价 想要轻量化我所有身上 携带的物品 我不想要带太多的东西 我希望一个充电器 就可以满足我充笔电手机的状况 所以那时候我就买了这个充电器 但是直到最近我发现 有一个充电器是可以干掉 太大的这个充电器 就是这一款 哒啦这款 Olight它支援到的是65瓦 然后它里面使用到的是 氮化加也就是俗称 GAN的半导体材质 那很酷的是你可以看到说 它是有两个孔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团队 所研发制作的 是来自于ONE MORE 万魔科技 然后在折折的木质平衡上 这款充电器已经突破了500万的木质 进了这个很厉害 然后最强的是 这个充电器你知道价格多少 价格是不到1000块 哇 那我那时候知道这款充电器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很兴奋啊 然后这个干啊 这个不是干 这个GAN 这个氮化加的材质 是最近很红的一个半导体材质 它有的体积小 温度低 效能好 安全性加这几个特性 所以非常适合拿来做这种 那我们就赶快来开箱吧 在木质计划的时候 他们是有出一款是石墨灰 但是现在木质计划已经结束了 只剩下这款白色的 所以木质计划有时候 找参加还是有它的好处在的 哇你看这个尺寸也太夸张了吧 它这尺寸就这样 它的整个尺寸是51x50x29mm 总共的重量是在92克 非常的轻 然后这个这么小就算 它还配了两个充电插孔给你 都是Type-C的 所以你可以同时为手机充电 同时为笔电充电 那时候我在用这款的时候 就是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只有一个 那你就只能为某一样设备充电 如果是旅游的话 你带这个这么小 你看它这个这样比 真的是小上一截 你看跟这个比 哇这真的是各式各样的size 哇这款真的简直就是缩小到爆 更不用说我们伟大的Apple 只有一个孔 然后它这上面有做一种这种 有点类似 法师纹吗 这个我不知道算是什么 摸起来的质感还不错 不会就是只是光滑的表面 然后logo也是硬的满有质感的 然后底部就有它详细的电源配置 那它是有分两个孔的 这个孔C1的部分 单孔使用的时候它最多是支援到65W 那如果你是双孔使用的时候 它有智慧配电 上面那个是45W 下面那个最多是到18W 那这边就有它详细的各个充电规格 你看C1最多是到65W C2最多就是只能到18W 根据你使用上的不同 你可以上面这个插电脑 下面这个插手机 那它充电效率是高达94 那它支援的电压部分是从100V到240V 它就支援 所以说基本上你带出口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它这个可折叠的这个插角 我觉得做工的细致程度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这款充电器啊 它是整合了QC3.0跟PD3.0 它同时也支援了三星的AFC快充 然后跟华为的Supercharge 它基本上市面上的快充都支援 不过因为有些规格像是Opro的 它的里面的做工 比较跟别人不太一样 所以它那个是不支援 但剩下的像Apple啊 三星华为这几个大牌子的 它都是有支援到它各加快充 好那我这边随便拉了一个插座 我们来看一下它插上去的感觉是怎样 它插上去的扎实程度还满不错 你看如果是插太大 它就会有点晃动 你看 它这脚在插上去的时候就会有点晃 你看它会有这个左右摆档的感觉 但其实这款插上去 因为它是方的 所以它就非常的稳 基本上不太会动 所以它插上去的感觉 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 它这个插上去的充电速度 给苹果用户一个感觉好了 基本上如果你是用祖传5瓦的那个充电器的话 你从5%充到50% 大概要耗时123分钟 但如果是用这个 你的iPhone 11充 5%充到50只要28 28 所以基本上是4倍多的快速 然后刚刚有说这一款是有支援到 三星的AFC的快充像这样去 它是支援超快速充电2.0 这个在其他的这几个都是不支援的 你看我随便换一个 换这个台大的给你看 台大的就只有支援到 你看只有闪充快充 这一颗是有支援到三星45W的 所以S20 Ultra的用户 我满推荐你可以买这一颗的 有些人可能就担心说 那这个充这么快的手机会爆掉 其实也不会 因为它这个保护机制 也做得非常好 基本上手机在发起发的时候 它会自动切换成捐流模式 所以不会伤到你的手机的部分 那它也支援了无从的断电保护 所以说它在保护的机制上 是做得真的是很好 那最后就是价格的部分 这款价格只要990元 1000块不到 那你知道这款要多少吗 苹果这个原厂的单颗的2290 那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体积 牺牲荷包的厚度的话 这一款太大是2490 这一款990元 随便都是这两个价格的一半 干真的是太猛了 我觉得最近这一年来 充电器或5G可能就会靠 这个半导体材质 掀起一波腥风邪雨 好然后最后就是保固的部分 因为是台湾的设计团队 你可能就不用再透过什么 拍卖平台去买没有保固 这个是有一年的保固 不过这个990元是不含线的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线的话 它们也可以加购这个 Olight的线材 那它最多是可以支援到100W 它们之后我猜应该是会出 100W的充电头 所以这条线应该是可以直上 那我这条是USB-C到C的 那它有很多的转接头可以买 那此外它们家是One More 如果你有记得我之前有拍过的影片的话 我有一个是在拍 IEZ的转接头就这一部 你去买它会有那磁吸式的转接头 可以套用在这个上面 或者是你是想要帮笔电充电的话 它们有出各式各样 Windows笔电的转接头 有支援超多的型号 基本上你看过的牌子 我觉得它应该可能90%到95%都有支援 那你可以去买那个来 转接成你的笔电那个 圆的那个充电 好啦 那就开张到这个 这个小儿桥 每次开到这种东西真的很兴奋 因为我一直在找 世界上最小最方便的充电头 更不用说我这还两口 好 那最后如果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喜欢 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CiaoCiao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